拿著履歷 擠爆真材攤位 今年桃竹苗地區最大就不會 一早就湧盡上千人 上演竹科搶人大戰 四成或場務之類的 就是想去台積電這樣 現階段的目標是 先賺錢存錢這樣 戶國神山台積電 被人潮包圍到看不到攤位 今年預計增6000人 現場開出近20個植物類別 隔壁的艾斯摩爾更狂 祭出百萬年薪 工程師甚至上看130萬 大概4萬左右吧 我覺得是發展性吧 就是職位的升遷這樣子 出了筆薪水 電子驗證分析大廠 宜特看好AI 5G發展 強先布局鎖定新鮮人 大膽給出最高15萬的 預聘獎金 很多的這種像AI 或者說一些5G 甚至是一些高功率元件 這些RRD的需求 其實我們客戶對應到這一塊的需求 其實是一直在成長 所以其實今年在這邊 爭彩最主要的這些目標 就是為了要去滿足這些客戶 增加這些研發的需求 應聘者一個接一個 公控儲能軟體大廠 宇辰科技即將上櫃也招兵買馬 開出月薪100K 建造工程師還有軟體工程師 對 那公司的話就是因為 準備要在明年進行 就是要公司明年的話 預計要公發了啦 對 所以就是持續有在擴邊中 像是如果PLC工程師 有相關經驗的話 就是我們薪水就是大概 區間是5萬到10萬 半導體市場逐漸回穩 科技業搶人大戰 也從竹科火熱開打 東森財產新聞 楊昭張華珍 新竹採訪報導